这几天恐慌性暴跌 跌到投资人脸都绿了 今天终于展开暴富性反弹 直登万六关卡 包括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护国群山全面苏醒 那包括了金融 还有跌得很深的传产股也都强势上涨 甚至面板双虎 货贵三雄 中刚都亮起了涨停 中场在今天指数大涨了792点 创始上最大涨点 而也收复了半年线 整个盘面红通通 仿佛回到几个月前台股热烈的多头市场 18号台股开高走高 指数一路向上攀升 盘中大涨799.88点 入盘公式放缓 中场收在16145.98点 涨幅5.16% 不但重回万六关卡 也创下史上最大涨点 这一部分国安基地一定会密切关注 很难想象17号才在为台股担忧 财政部跟金管会信心喊话 强调台股还算平稳 只是受到疫情影响震动激烈 国安基金将密切关注股市发展 目前暂时不会进场 安定散户恐慌情绪 三大法人也看好台股 18号合计买超298亿元 连续两天买超 其中外资归队激励台股上扬 户国神山台积电收在572元 涨幅4.19% 而联发科收在994元 差点赞上千金股 而厉害的还有这些 一若好长一阵子的面板股 18号全面翻红 友达 群创 彩晶 都以涨停作收 整个台股涨停的企业更高达210家 上市贵加起来超过200亿的融资预额的减肥 更重要的是外资反而在昨天大跌的时候 逆势买超超过300亿 这个提振了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 疫苗有谱却整数下降 对台股而言都是利夺消息 回到基本技术面 连续5个交易日 融资余额瘦升700亿 外资进口单下降2万口 只要疫情能够稳住 台股渴望回到正常交易